好 朋友们可以看见 我们现在 已经把我们这辆车 他已经 完全是没有受到任何牵犯 没有 电源线也没有 HDMI线的束缚 现在 我们 在这个车子 上面呢把这个镜头架高了 并且把这个 摄影镜头放在一个 伺服马达的 上面 所以 当这个伺服马达 工作的时候就会带着镜头来转动 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的镜头 可以扩大他的视野来寻找目标 OK 那这个 这个 伺服马达我们已经把它接好了 他的电源接在这个面包板上面 面包板上面有几个电源线 我们放一个面包板 将来这辆车可以再继续扩充 其他的超音波 跟红外线的装置 好我们现在 来试试看 这个 工作的情况 好 首先呢我们回到 我们的树莓派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利用 VNC已经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影像呢 已经传回到 这个我们的PC上面或者是我们笔电上面 好我们把AIC这个目录打开来 这边有个 SERVO.py把这个按两下 好这个城市打开来之后 他在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把 把这个稍微挪开一点 好 他在这里 OK我们把它挪下来一点 好 我们现在这个城市执行的时候 他会打开 CAMERA 这个CAP这个地方就是要打开这个摄影镜头 让摄影镜头来取影像 好我们来RUN 好你可以看见我们的这个 CAMERA呢会 启动起来 啊 他在这个地方 CAMERA在这里 所以我们把它 把我们的镜头稍微 分布开来 这个是我们的 CAMERA所拍摄到的影像 我们把这个稍微缩小一点 好 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比较小的影像 是CAMERA所拍摄到这边的一些景物 然后 这个大的呢 是我们的摄影镜头 现在 拍摄这个车子 好我们来现在 继续来让他工作 好我们让我们的 车子开始运动了 对不对 他开始运动 然后镜头也转了 镜头转了 我们的萤幕呢也跟着改变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 这个画面就是镜头 这个车子的镜头所传回来的画面 你可以看见 他在转不同的视角 OK 同时呢这个车子也在运动当中 对不对 他还是在运动 我拉过来 好 所以这样子就达到我们的目的 在运动中的一个试驾车 还有一个四伏马达可以带着信头来做不同角度的一个 这个转动 好 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示范 好 好